在具体的给我们这个demo增加绚丽的小球滚动的这个效果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来看一下我们怎么通过converse来制作出这些小球运动的运动学的效果 那么请大家看一下这段代码 在这段代码中的window.unload没有什么稀奇的 拿到converse给converse付大小 拿到context之后使用我们之前介绍的setinterval来创造动画 在动画里头呢有两个函数 一个是render一个是update 那么对于这个动画呢 我们暂时只处理一个小球 为此呢我声明了一个小球的这个类的对象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小球的对象中包含哪些数据 首先代表它坐标位置的 我初始化在512100这个位置 其次是小球的半径啊 等于20 之后这三个参数是和运动学相关的参数 相信有初中物理学基础的同学都能看懂 首先我定义了一个加速度 这个加速度呢我设置成2 其次呢我定义了一个速度Vx是-4 还有一个速度Vy是0 也就是在x和y两个方向上的速度 这里头的速度呢用向量的方式表示 也就是说它可以是负的 之后就是这个小球的颜色附上一种蓝色 那么在这个程序里Render函数没有什么稀奇的 我们ClearRect 把整个屏幕的做一次Clear 这点注意我使用了context的一个新的属性 通过一个上下文的绘图环境可以调用它的converse方法 来找到这个上下文绘图环境属于哪一块画布 之后又调用相应的.vins和.hat的方法来获得这块画布的宽和高 再之后就是我们介绍的方式来对这个小球进行一个绘制 那么真正实现运动学效果的关键呢在于update部分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update部分呢就应该是对小球的位置进行一个改变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段代码呢非常简单 这个小球的x坐标加上了它的速度值 这个小球的y坐标加上了它在y轴的速度值 之后由于我们有重力加速度的影响 这个重力加速度只影响在y轴方向的速度 所以我们对小球的在y轴的速度值又加上了它的重力加速度 那么此时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小球 以一个近似泡物线的形状掉落了下来 那么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 所谓的在converse上实现小球的运动学效果 只不过要使用我们已经学习的物理公式 把小球的位置一帧一帧的计算出来 那么对于这个代码相信大家就能想到很多可以实验的地方 改变这里头这三个参数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比如说如果要让小球落的慢一点 那么需要让这个重力加速度呢小一点就可以了 再比如说刚才我们小球是向左边一泡物线运动 那么如果向右边一泡物线运动呢 vx就应该为正的 那如果向左边运动的更大一些呢 vx这个值呢相应的就应该增大 再有刚才我们的小球呢 在y方向呢没有一个上泡的过程 在这一头呢我给大家简单的实验一下 如果我把vy改成v10的话 那么小球的运动呢就会有一个上泡的过程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对于这个demo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再实验一下这些参数设置的不同 会产生什么样不同的效果 现在我们来考虑另外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的小球落下去以后 就消失在画面的外面了 那么如果我们假设画面的底部 是一个地板的话 小球落下来会进行一个反弹 那相应应该怎么做呢 那么其实呢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碰撞检测的过程 那么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需要对小球的位置啊 做一个判断 如果此时我们发现 我们的小球的外坐标的位置 已经比当前的屏幕的高度 也就是768减去小球的半径还要大了 那么说明此时的小球的底部 已经触碰到屏幕的边缘了 那么此时小球的位置就应该发生改变 那么在第一秒的时候 小球的位置呢 应该就等于在这个768减去小球的半径的位置 也就是说它先着地 然后最关键的是小球的速度相应的也应该发生转变 那么此时小球的速度应该等于它原来速度的相反的值 也就是要这么写 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可以看到小球落到底下的时候就反弹了 那么刚才我们这段代码呢 只是对屏幕的下边缘进行了一个碰撞检测的判断 那么大家学会了这个思路呢 也可以尝试对屏幕的上边缘 左边缘与右边缘都进行一个碰撞检测的判断 相信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尝试一下 那么下面呢我们该尝试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么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大家会看到每次小球的反弹啊 将反弹到一个小球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位置 那么这样的效果呢 其实不符合我们真实生活中的这个物理变化 这是因为在真实的生活中空气中啊是含有阻力的 那么我们怎么在我们的程序中模拟这个阻力呢 那么我们查看一下代码就可以发现 其实这里头的关键呢是在这里 每一次反弹小球的速度是没有损耗的 这个呢是不符合我们真实的物理现象的 为此呢我们要加入一个摩擦系数 比如说我给它射成0.5 也就是说每一次反弹小球的速度呢 都会损失0.5的速度 那么此时这个效果就会更逼真 大家可以看看此时的效果 小球经过一次反弹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慢慢的直到没有速度滚出了屏幕 是不是非常的酷 好 那么大家掌握了这些知识 就可以继续来做我们的绚丽的倒计式效果 Demo了 在下一节里 我们就会为这个Demo加入小球滚动的华丽的效果 感谢观看